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钻石手 我们还是会一如既往的 为大家分享有价值的区块链项目 让大家不只是炒币 而是对项目本身有自己的认识 让我们也少被割韭菜 那如果你也不想错过 区块链里面真正有价值的项目 你想了解这个币背后本身的项目价值的话 欢迎订阅和点赞我们的频道 同时如果你也有想了解的一些项目的话 欢迎你也直接在屏幕下方做评论 那我们会选择一些有价值的项目 来单独做讲解 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项目 叫做Only One 然后之前我们跟大家介绍过一个项目 叫做Rally 然后当时说到Rally这个项目 它是把明星和粉丝之间 用一种新的连接方式 然后作为一个桥梁 把两者连接了起来 然后今天我们想跟大家介绍这个项目 它是基于NFT出发的 然后建立了自己的一个独有的商业模式 然后依靠这种商业模式 将粉丝和明星连接起来的一种新的方式 然后这个项目就是Only One 然后它是Sonata上的第一个NFT社交平台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就是它的官网 它的通证叫做Like 好 然后我们开始今天介绍 首先就是整体说一下这个项目 刚才有跟大家聊的 就是它是号称自己是在Sonata上的 然后第一个就是社交化的一个NFT的平台 然后你们可以在这边看到的排比书 然后我们也跟大家打开了 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下面 它有这有一句话 就是issues of traditional social network 然后这里是它对传统的一个社交网络的分析 然后他们也是发现传统社交网络的一些问题 然后才做的这个Like做的这个Only One 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们觉得可能在传统的这种网络里面 尤其是在这种可能商业赞助呀 或者是一些广告这种行为里面呢 他们发现呢就是这种 嗯稍等一下这种对这种第三方呢 它其实会在中间插一手嘛 对吧 这种插一手呢 就会让明星其实会减少一些收益 对吧 然后另外呢 他们也觉得就是粉丝的体验会变差 所以呢 基于此他们就想去除第三方吧 然后呢 自己来做一个Only One这个平台 然后直接打通明星跟粉丝之间的关系 然后这种关系呢 是基于NFT来做的 然后同时呢 在这技术上呢 他们通过一些就是商业模式的设计 然后驱动着就是明星和粉丝两者的一个活跃 然后呢 两方都能够从Only One这个平台上 获得自己应有的一部分的利益 然后这就是Only One 然后获利方式呢 简单来讲就是明星呢 那他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创造NFT 然后呢 他可以通过这个NFT与粉丝直接建议联系 然后呢 明星的活跃度越高呢 他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收益吧 也会越高 然后后面我们会讲到他其实还有个支压尺的 这个支压尺也很重要 很关键 而另外一个呢 就是粉丝呢 他可以通过购买和解锁明星发的这些NFT 就是因为有的明星可能发的NFT比较贵 所以他可以直接去解锁 然后呢 通过这种方式与明星直接对话 然后呢 他也可以获得一些质押的收益 或者是跟那个明星直接去对话 然后呢 Only One就是做这样一个中间平台 然后设计好那个商业模型 维持两者的活跃 这是Only One的核心部分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你们可以在他的就是 他有一个白皮书 但同时呢 他也有一个那个PDAC 就是为了去做宣传比较方便的一个材料 然后我们也跟大家打开了 然后呢 这个PDAC里面呢 他有把就是 他里面通证 刚才有跟大家讲叫做Like 对吧 然后Nike呢 他有把他一些核心的作用写在这个地方 他跟可能其他的这种 社交赛道项目的不同点 在于是说 像Nike这个通证呢 他除了传统的能够参与社区智力以外 他还可以通过质押啊 拍卖啊 或者打赏的方式啊 让明星或者是智力有写啊 然后让明星或者是让那个粉丝本身 有更多获利的机会 然后呢 你可以在 稍等跟大家找一下 就是 他其实有一些质押的界面 因为现在产品没出来 你只能通过他的官网 以及他的白皮书和这个DAC里面 去看他现在的一个情况 跟大家放大一点吧 就是 你能看到就是在这里啊 就是比如说这个APY对吧 然后呢 这个就是明星的质押池啊 就是每一个明星呢 他在那个 嗯 入住之后呢 平台方都会给他做一个创始NLT 然后同时呢 他也会呃 有一个质押池 sticking pool 然后呢 作为粉丝 你就可以把你的like质押到这个池子里面 然后呢 就可以享受这个APY啊 然后有获利的机会 然后呃 明星本身他也能有支持 就是通过这个方式啊 去获得那个利益的机会 嗯 当然呢 这个APY 他会根据那个呃 明星他的活跃程度的不同而有变化 呃 在这个地方吧 在这个稍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在对 sticking pool 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APY能看到就是他其实跟很多的这种 小因素有关 比如说他每日登录 然后持续的去发布内容 然后回复你的那个消息啊 然后或者是更多的就是让粉丝参与的方式 或者是持续的去铸造自己的NFT 这都是能够让这个APY去变大的一个影响因素 好 然后这个就是他的创始NFT 以及他的这个 嗯 sticking pool的东西了 当然就是除了就是这种创始的NFT 然后创建sticking pool 他自己就是明星本身也能持续的去创造 其他的那个NFT 然后呢 就是大家也能够通过就是你去用Nike去购买 或者是说你通过有的可能就很小就买不起嘛 然后可能就用比较少的金额去解锁这个NFT 然后你也能看到这个NFT的内容 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然后粉丝和明星双向都获益吧 然后这基本上就是嗯 only one的一个核心内容了 然后其他就是他的那个团队和他投资方了 他投资方 一些呃他领音的一些简历啊 其实呃不算很好 嗯 相关的链接呢 你们可以通过他的这个 白皮书里面 然后你可能看他的那个团队成员情况 然后有的人他就有领音链接 然后你们可以直接去看 嗯 所以真的来看呢他的投资方也许还行 但是他的团队 所以可能不算特别的厉害吧 然后这个就是 only one 基本上他核心的一些内容了 然后从产品层面来讲呢 就是虽然同样是做社交 确实他有一套自己呃 独特一种模式吧 然后让他显得有一些与种不同 但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 除了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的这个 这个rally啊 然后区块链赛道里面呢 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竞争对手 only one呢 其实他是通过这种独到的这种商业模式 让他显得有一些潜力所在吧 呃 你们可以通过就是 还是他的白皮书吧 就是在他的vision这里面 你们看到就是他其实有在跟就是一些 呃 竞争对手做对比嘛 但是呢 他对比的结果是说 他觉得只有他们自己是在真正的在做社交 然后呢 他们这里有个观点 其实还挺不错的 就是他说 呃 如果没有就是创造者 去持续的创造内容 然后呢 用户又不来消费内容 那最终这个nft呢 就会没有价值 这个其实是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然后这背后呢 其实是我们之前说的另一个观点 就是其实nft 他的价值会取决于他的流动性的大小 对吧 然后呢 only one 他其实通过一种经济上的刺激 他你看他相比其他的就是任何的呃 设计产品 他其实核心来讲就是多了一个这个apy的设计 然后呢 你粉丝可以在这里面通过质押 然后获得利益 也不只是拿到nft这个东西 然后其实这种刺激呢 也会增加这个nft的一个流动性了 所以这种设计 呃 我们来看可能是这个only one 他的一个潜力所在的地方吧 然后呢 还有就是呃 惯例我们会讲一下他可能 不太好的一个地方吧 然后呢 第一个就是还是我们经常说的 就是nft社交这个场景 可能他还没有成熟 就是因为你现在是连接的粉丝和明星两者嘛 那这两者对于那个加密程度的一个接受度啊 现在来看可能还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发展 然后更多细节我们就不阐述了 因为之前其实跟大家聊过了 然后就不再浪费大家时间了 然后大家可以通过看我们之前的像rally啊 或者是看chz的文章或者是视频 然后了解就是相关的这种顾虑吧 然后我们今天可能跟大家分享一张图吧 就是我们呃 前几天在逛那个推特的时候 我们发现就是socells就这个啊 然后大家应该了解这个东西吧 它是那个chz的一个运营平台 然后呢 他跟一个俱乐部做了联合 然后发布了lufc这个token 然后就是这个刚才有跟大家聊的 就是目前来看就是对于粉丝和明星 都需要对加密的一种认可吧 你们能看到就是在这下面就是这位粉丝他回复的就是 他们不希望这种东西出现在就是粉丝这里面 所以你能够感受到就是粉丝对这种加密的接受度啊 目前来看其实是不高的 然后呢 这也是侧面对我们之前观点的一个印证嘛 所以其实onlyone的他的一个发展也是跟这种逻辑是相关的 所以目前的这种接受度其实 呃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他其实会放缓就是onlyone他本身的一个发展速度 然后这是他第一个可能存在一个前代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呃 你们能从他的这个pcdeck里面 包括他的官网里面吧 他们有一个就是不管是对比了 还是他们一直炫耀的一个东西 就是嗯 他们会说自己是基于sonana的第一个nfp设想平台 我们其实想跟大家聊的是 基于sonana去做这个事情到底算不算一个优势吧 嗯像之前一段时间吧 就是我们能够听到一些新闻 比如说像库里啊 或者是陈伯玲啊 徐静磊啊 这些明星吧 他们都在布局nft吧 或者就换头像吧 然后虽然他们就是买的头像会有不同 但是你们应该能够有个认识啊 就是发现他们买的这些头像的nft 都是基于相同的供链啊 那就是以太坊 这其实间接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是 目前来看呢在明星眼里 其实以太坊的nft才是最具有价值 嗯sonana如果是稍微有点了解的 就是朋友应该都知道 其实他主要是在交易速度上啊 以及他的交易费用上 其实是嗯 现在来看是很有优势的 但对于明星而言啊 就是他们要的可能并不是说这种交易速度 对吧 他们要的更多是他的用户 而另外呢 对于就是如果你想用apy去驱动这个粉丝的一个增长 那对于粉丝来讲 他可能就是不只是单纯的靠情感去考虑我要不要支持粉 支持我的明星这个这个关系了 另外一个他可能还会考虑就是投资的价值到底大不大 嗯 当然不只是就是明星他认可以太坊的价值 就是从目前整个大盘来看 虽然某些sonana上的一些nft确实现在价格比较高 但整体来看就是大家首先肯定都是先从接受以太坊 开始去接受更多的供链了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绝大部分的nft啊 都是在以太坊这条供链上 它的价值其实会更高 所以其实基于两点吧 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交易速度到底重不重要 交易速度以及交易费用到底重不重要 另外一个就是 嗯 sonana上的nft的价值和 可能像之前介绍的另外一些在以太坊链上的这些社交产品 他们在以太坊上链上的这些nft的价值到底哪个更高 所以其实从这两个点来考虑我们都觉得也许啊就是像onlyone这个平台 它虽然是基于sonana的第一个nft社交平台 但是这种 呃说法吧 呃它其实更像一个是营销噱头 它可能规定是它真正的优势所在 噱头呢对于一个项目的发展很重要吧 呃但是呢它其实不是非常必要的 对吧 然后这里也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就是 有一本书叫做引爆点 然后引爆点里面有说到就是 有一个事情如果你要变得潮流起来或者变得流行起来 它其实有三个法则 然后第一个法则呢叫做个别人物法则 呃意思就是说呢一个关键人物在这个事情里面起的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那对于onlyone来讲 它其实就是需要一个非常在早期啊 需要一个非常一个好的一个明星或者一个爆发性的事件 这跟rally其实是很像的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附着力法则 就是一个具有粘性的信息 然后这个信息呢能够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人过目不忘 那对于onlyone来讲 它其实就是需要一个就是经验的产品或者是说一个经验的nft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一个环境法则 就是呃一个东西它有变得流行 它其实需要就是环境来驱动自己变得流行起来 那对于onlyone来讲就是前面我们有聊到的就是它需要 依靠加密社交这种赛道的兴起然后变得活起来 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三点来考虑啊就是个别人物法则 附着力法则或者环境法则来看 其实onlyone它都呃 还在一个很早期的时候吧 它目前来看可能一个法则都还没有粘到 但也许目前我们去下这种论断有点早 但是呢你们可以就是看到它的roadmap里面 呃比较轻易的是呢 它在roadmap里面有说啊就是在Q3 呃它的beta版会launch 然后你们现在去它官网的时候其实是体验不到这个产品的啊 你们只能看它的video或者是看它的就是其他一些介绍 然后呢他们是说Q3会launchbeta版 也就是说大家就可以公测了去一起去体验了 然后目前来看也是9月嘛对吧 所以整天来看呢这个项目有它自己的潜力所在 但同时呢它的问题也是比较明显的 当然就是未来它这个产品因为现在没有东西嘛 所以你不知道它具体会开发成什么样子 嗯所以我们可以就是看一看就是9月份的时候 它的beta版的这个产品到底会launch成什么样 然后看看这个产品它到底能不能成为下一个引爆点吧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介绍 而这个产品呢因为它还没有launch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它的官网和bybit数据看一下就行了 然后呢它的核心就在于它这种经济模型的设计 跟其他社交产品不一样 如果是你去判断它价值的时候 你可以就是从这个点上来重点去判断它到底有没有 你去持续去关注的一个必要 好然后以上就是我们的介绍 然后如果你对这个项目有自己的看法或者见解的话 欢迎你也就是在屏幕下方跟我们一起交流 或者加入我们的社群跟我们一起交流 当然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对你来讲有价值有意义的话 欢迎你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再见